你做过卧铺大巴吗?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,中国经济快速发展,很多农村地区的人离开家乡去大城市打工。 当时非常盛行的卧铺大巴是许多打工人长途旅行的首选。 卧铺大巴又叫双层大巴,它最明显的特点是,供旅客乘坐的不是座椅,而是一张小小的床铺。 床铺不大,刚好能容纳一个成年人躺下。 对于要跨省长途奔波的打工人来说,连着坐十几二十个小时太累了,如果能躺在车上无疑是非常舒服的。 卧铺大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设计出来,而且一经问世就风靡全国,成了很多省级客运路线必备的车型。 从1989年试运行开始,卧铺大巴仅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基本全国普及。 1997年,全国的大中型客车销售量2.1万辆,卧铺客车就销售了7200辆,占了三分之一。 最巅峰时期,公路的跨省长途客车几乎一半产品都是卧铺客车。 然而,卧铺大巴的辉煌并没持续多久,现在你在路上几乎看不到卧铺车了。 曾经风靡全国的卧铺大巴,为什么现在很少看到了? 其实,卧铺大巴逐渐消失的原因是国家禁止它生产和销售了。 根据国家相关的规定,自2012年3月1日起,相关卧铺客车产品暂停生产、销售。 没有新的产品出来,市面上保有的卧铺车随着报废年限的临近也逐渐退出市场。 所以路上的卧铺大巴就越来越少。 而卧铺大巴被禁止的主要原因是它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。 因为卧铺大巴很少有安全带,加上空间狭小,一旦发生事故,乘客容易磕伤碰伤或者被甩到车外。 而睡在二层的人发生事故时会掉下来,撞到其他床架,受伤可能更严重。 此外,卧铺大巴没有行李架,乘客的行李要么放在自己的脚边,要么放在过道上。 如果行李有尖锐的物品,发生事故时就有可能成为致命的威胁。 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,2011年,我国卧铺客车数量占大客车的比例为1%左右,但其事故死亡人数占大客车事故死亡人数比例高达10%。 卧铺大巴逐渐消失,除了国家禁止外,还有哪些原因? 虽然卧铺大巴有很多优点,曾经辉煌过一段时间,但它的缺点也同样明显。 除了乘客安全没有保障外,卧铺大巴的乘坐体验绝对算不上好。 卧铺大巴通常设计有三排床位,乘客上车之后拖鞋躺在自己的位置上,与前后仅仅隔着一层挡板。 这时,你就可以闻到你的前后左右传来阵阵脚臭味、汗臭味、呕吐的酸臭味甚至是尿骚味。 各种臭味混合在一起,让卧铺大巴车厢内的味道一言难尽,有的人刚上车就当场被熏得想吐。 而且,卧铺车座位挨得很近,更方便坏人偷东西。 以前因为乘坐卧铺车而丢东西的案例,可没少发生。 加上后来高铁的出现,干净整洁的车厢和更短的运行时间,让卧铺大巴的缺点更加凸显,曾风靡一时的卧铺车日渐示威。 而后国家的意志禁令,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卧铺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,只是时间问题。